而正当我在这样想之际,那老者的身子,已向前面滑来,来势之快,时势出乎我的意料之外,当我觉出不妙时,他早已得手,我只觉得身子抖地向旁一侧,以重重地摔在地上,我立即一跃而起,那老者再次以极快的身法,向我冲了过来,我身子闪开,就是向他的背上按去,因为那老者的身形,并不高大, 所以我想,如果我一把按中了他的背部,不止一用力,可能将他提了起来,怎知老者的身手,却是一场矫节,我手才按下去,他突然一个翻身,又已抓住了我的腰计,我再次被他重重地摔了一跤,我不是没有学过柔道,但柔道却不是我的专长,那老者的功夫,显然在日本也是第一流的,我一连给他摔了两跤, 第一跤还可以说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之下被摔的,那第二下,却是老者的功夫身战了,我一个转身,侧跃而起,别忍不住道,好功夫,那老者目光灼灼,身形矮着,像鸭子飞奔一样,身子左右摇摆,又向我扑了过来,我心中暗存, 若是再给他摔上一下,那也未免说不过去了,因知,在他未曾向我扑道之前,我便也向他急冲了过去,我向前冲去的柿子十分快急,那老者显然因为不知我的用意何在,而犹豫了一下,他一犹豫,便给我造成了一个机会,我身子一侧,肩头向他的胸口撞去, 那老者身形一矮,双臂来抱我的左腿,我早已料到他有此一拙,右腿急踢而出,一踢在他的下汗之上,那老者身子向后倒去,爬起来之后,面目发肿,口角带血,只见他一挥手,口中含糊地道,你在这里等着,不要离开,我冷笑道,你们是什么人,那老者带着几个人,已向后退去,我如何恳求, 连忙追了出去,追到了后院,只见几个人,已一起跃上了一辆大轿车,车身震动,已向外急驰而去,仓足之间,我连车牌号码都未曾看清楚,车子便已经迟走了,我待了半晌,心中暗存,那时是太没道理了,莫名其妙递打了一架,结果却连对方是什么来历,都不知道,我转到屋子中,逐个房间去找人, 但整状屋之中,显然一个人也没有,我耐着性子在一间房间中等着,已带一有人来,便立即走出去,可是一直等到我肚子咕咕乱叫,天色也黑了下来,也还是一点结果都没有,我晚上还有钥匙待办,其实不能再等下去, 我从大门口走了出来,只见那辆手推车也还在,我出了门,记住了那所屋子的地址,准备第二天再来查就明白,看看这些人是为什么跟踪我,我在一家小吃店中,吃了个饱,也不回旅馆去,过了一辆街车,到了某国大使馆的附近下车